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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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的思想就是最典型的现代性的思想 那么这些都是蕴含在 包含在我们知识体系当中 它是一个知识体系 现代性 它是一个知识的体系 这个知识的体系 就构成了历史本身了 我们现在会说 历史是劳动实践的历史 是吧 那么这种劳动实践的历史 我们怎么去认定它 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的本质呢 那么这是很困难的 所以杰姆逊有一个话 就是历史只能是文本化的历史 那你怎么办 历史只能是文本 只能是文本化的历史 然后我们的文本我们有叙述 比如我们的这样一个 当然有历史书记 我们会叙述 因为他提的这个问题 实在是太大和太复杂的问题 就是关于历史到底有没有本质 这是争论了几十年的 这个历史观念的问题 所以我要解释起来比较费劲 但是我想就是这么去理解它 就是说我们说到现在性的这个观念 它是蕴含在我们 迄今为止的知识的体系当中 这个知识体系 它是表达了一种现代性的观念 这一点从后现代的立场来看 那么从康德 那么黑格 那么这么下来 我们启蒙哲学以来 我们都可以看到知识体系中 所蕴含的现代性的观念 是吧 那么哈贝马斯认为 是从尼采开始了后现代 是吧 那么尼采要什么 他反理性 那么他反对那么一个历史的完整的一种观念 他要强调一个九神 第二尼苏斯的精神 九神 狂醉不饮的九神 是吧 他是要感性 要露体 要讲这种东西 那么在哈贝马斯看来 从尼采那里发觉出的 有两个后现代的镜像 一个镜像呢 他是这个像富科 像这些更趋向于历史 科学 也伊朗跟科学 更有密切关系的 那么像是富科 巴塔耶 他把巴塔耶放在那一个镜像里面 那么后现代还有另一个镜像呢 是哈德格尔 是德里达 是这个镜像 他们更偏向于 人文反思的这个镜像 那么好了 那么在此之前的那种思想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知识体系 他们表达的观念都是 理性能够改变世界 人论是理性 人就成为世界的中心 人就有主体 人就能够掌握世界 人就能够决定对和错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现代性 大家累解了 所以这个现代性呢 它是蕴含在 启蒙时代以来的 知识的体系的构成当中 是这些知识体系 表达的一种观念 当然你依然会去问 那么社会历史实际 它是不是一个现代性的实际 那么当然 我们不能使用这个 本质化这个概念 就说这是不是 现在以来的历史的本质 因为这个 一旦成为本质 就是人们赋予的一种结果 当然我们会认为 从 如果说 从布罗戴尔的这样一个 对资本主义的看法 资本主义企业开始 是吧 马克思说的漫长的十六世纪 是吧 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开始 这样一个社会历史的运动 就是一个现代性的社会实践 比如说资本主义市场的建立 资本主义它就是现代性的产物 是吧 资本主义的起源 这整个社会的经济实践 建立的工厂 是吧 机械化 工业革命 铁路 什么蒸汽机 然后各种各样的发明 纺织厂是吧 然后城市化 建立了这么多工厂 然后铁路 然后建立了大的城市 城市成为社会历史的中心 那么这就是现代性 是吧 这就是现代性 所以刚才那位同学说 现代性的概念是八十年代的概念 不是 八十年代是现代化 我们用现代性的概念 是九十年代以后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 学术界更加热门的 而直到二十 两千年以后在中国学界 那么现代性这个概念 才开始更大规模的扩展 大家要理解是这一点 不然我们讲现代化 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个概念 还是有区别的 现代化是单纯的 对社会工业化 现代化和工业化 那么这个概念是 可以是相通的 但是现代性 它是从更早的 这样一个启蒙主义 时代以来的这种思想 它更多的描述的是 一个知识的一种建构 知识和观念的这种建构 所以这点大家理解一下 我们是要这样解释 大家清楚了吗 清楚了吗 那么这么来梳理现代性呢 我又不得不又冒出一个会搅乱大家思想的概念 就是后现代的概念 就是说这个现代性的归纳呢 是后现代来归纳的 大家理解吗 它反思这个现代性 就觉得现代性这个理性 叫做疯狂的理性 当然理解吧 或者理性的疯狂 就我们要这么发展 发展不断的发展 城市要越来越大 墨西哥城市多少 装了几千万人 墨西哥城 那个国家还不得装进这个城市 东京这都是多大了 北京是吧 上海 它是这样 所以就是这个城市的无限的扩展 无限的发展 然后楼要盖高 是吧 那么北京最高的楼是什么 现在还是叫做银泰中心 马上国贸三七六百多米 是吧 像说上海要建一个七百多米 像天津马上宣布 它还建一个八百多米 是吧 它是要这样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现代性的观念 是吧 但是这些建筑呢 又是后现代的建筑 大家理解吗 现代和后现代 这个跟玩魔术一样 这种概念 它经常是搅在一起的 你比如说 这个央视 央视那个楼 裤衩是吧 那叫自穿 那是裤衩 那是作为文化研究的文本 它是一个央视 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机构 是吧 它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这个自己非常充满了这种 自己是这个党的喉舌 是吧 伟大的党的喉舌 也是人民的这种 发出人民的声音 代表了人民 是吧 这个代表了党 代表了人民 代表了国家 当然我觉得它确实 也做出很大的贡献 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 确实是做出很大贡献 领导中国走向这个四个现代化 确实功劳很大 但是呢 它建出了一个建筑 我觉得是 那个建筑本身呢 它是充满了霸气 是吧 非常狂妄 那么奥斯 这个 奥斯整个本金 是吧 甚至呢 这个 奥斯的整个世界 它觉得它是世界媒体的 这种最有权威 最有权力的 最强大的 这么一个机构 所以它能够 把这个身体搞歪曲的 扭一下 是吧 它能够扭曲一下 像两条腿一样 这种 这种裤衩 是吧 展开来 但是呢 确实 这个 形象本身呢 它既包含了现代性 那种 觉得自己 无限的中心 自己是一个中心 无限的伟大 无限的强大 能够控制 是吧 能够是某种起源 某种 某种 整体性的 那种东西 但另一方面 它也是一个后现代 所以后现代呢 它又是 一方面是 它的 狂怪的 离奇的 这样一个形象 所以大家会 我一说到这个 大家又会纳闷 就是说 你不是说后现代 是反思现代吗 后现代 按说那不是好的吗 后现代不存在好和坏 大家千万不要用 好和坏 对和错 正面和反面 那么后现代呢 它有时候是表示了 一种非常传统的 非常温和的 确实非常好的 老好人的 那种东西 是吧 然后什么 卢家 道家 这个 佛家 这种 但另一方面 它有非常狂怪的 那些也叫做后现代 所以后现代呢 它 有好人又坏了 大家搞清楚这一点 有好又坏 所以它那种狂怪的 那种离奇的 巴洛克斯的 是吧 那种东西呢 它又是充满了后现代的 这种东西 同时它本身的建构的 它的历史 本身的自我的叙述呢 又是一种后现代 结果它不是现代性很强吗 是吧 它觉得自己站在那里 屹立起来 顶天立地 一个伟大伟人 结果被火烧了 是吧 大家看看 它现在被火烧了 烧了剩下 剩下那个 废的楼 现在那个废的楼呢 还要不然它不能拆掉 它也不能拆了 它拆了那个楼就倒掉 它影响这个主楼 是吧 它们的根基又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就是一把火了 它就象征着 对这个现代性的一个抗议 是吧 抗议 同时呢 它是它的一个 创伤性的历史 是吧 它因为它太火了 它一个现代性 它这个太火 太火它叫着火 是吧 着火它就烧了 烧了它这个历史的 它就变得非常的 变得非常的这个 有一种创伤性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样一个文本里面 你发现现代和后现代 是完全它混杂在一起的 是吧 它混杂在一起的 那么OK 大家可以 这个问题 大家应该慢慢去体会 需要慢慢去体会 哪一天 你躺在床部上 早晨醒过来 就这些东西都 都想明白 都想明白 这要顿悟 这要顿悟 那么好 那么 等一下再留点时间 给同学们提问 我觉得同学们提问 这样我们来探讨 可能会更好 今天呢 是讲这个 还是革命历史叙事中的 后面一部分 但是我想 就不要讲太多 是吧 我觉得今天的重点呢 我们就讲一下 红旗谱 讲一下红旗谱 和这个红颜 那么 我想红旗谱 大家都看过吧 看过的举下手 好吧 哦 还是有几个 有几个 那不错 这几个同学 都是好同学 没有看过的举下手 哦 这么都没看过 也是好同学 就说你们居然能够 红旗谱读不看 是吧 这个很不错 这个红旗谱呢 我觉得 怎么去理解它呢 我当然 你没有看过 我这个故事要讲起来 就很困难了 就因为它故事 还是比较复杂的 大家看看 我这个书上 有对它的故事的 基本的一个概括 还有梁冰的这个生平 大家要了解一下 大家要了解 这个就是梁冰的照片 这是他老年时候的照片 有点这个 很没冷对的样子 这个是红旗谱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版本 他在此之前呢 以及这个 后来都写过一些作品 那么关于这个故事 我就不去多讲了 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这里我想引一个 一些经典的对它的 评论家对它的评价 来描述一下 它的作品的含义 那么书中也有 这样说的比较清楚 像文艺报呢 当时它一出版 就有一个叫方明的 它写的一篇文章叫 《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图画》 就认为它表达的是一幅壮阔的 广阔的历史画面 就这部作品在革命文学的叙事当中 是以它对生活和对历史的一个 表达的那种广阔性 生活面的那种广阔性来著称的 所以这个文章说 它描写了1927年 大革命前到918事变后 将近十年间 北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 以及阶级斗争的变化 并在这一宽广的时代背景上 描写了革命斗争 和革命英雄人物的发展与成长 那么大家注意 就是说为什么这些论文 这些评价在那个时候 它非常强调革命英雄人物的发展与成长 比如说创业史 它写出梁生堡 是吧 那么保卫延安 那么他写出了 那么几半军的英雄的战事 大家知道 革命文学呢 它的前身呢 是左翼文学 是吧 那么当时 大家记得我这个书里面也写到 丁宁 他写水的时候 是吧 那么像这些作品 那么曾经被夏志卿 贬得很厉害的 当时冯雪峰读了之后 就都认为 这些作品 它还是没有达到一个高度 就是没有写出人民的反抗 所以呢 对于这个革命文学来说 它书写这种创伤性 受压迫和受剥削 这个还是它的初级阶段 它的高级阶段呢 就要写出它的成长和反抗 大家理解吗 就是说 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只有成长和反抗 这种革命的目标 革命的合法性 革命的冷物 它才能够照着脚 以及呢 这些革命者 能够在文本中的看到自身的一个形象 那么这点我也是过去一直和我的学生们的讨论问题的时候 我在进不去强调这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大家知道 文学当然它是社会现实的反应 是吧 我也一直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它的前提 但是呢 作为革命文学来说 它更多的是在革命理念的影响下 它的一种想象 它的一种想象 它是根据一种需要想象来虚构 那么这个需要和想象就在于 它没有那么充足的现实性 比如说 土凯文学 大家看太阳照着三干河上 那么 一直工作组 一直在动员农民起来斗地主 是吧 斗那个秦文贵 你发现它动员得很困难 那农民一会儿又把这个地气又交回去了 一会儿又不敢要了 然后一会儿又跟这个 你像那个长工 一会儿又跟那个黑妮 是吧 然后又搞在一起了 那阶级阵线老搞不清楚 是吧 那么暴风骤雨也是这样 是吧 它好容易动员 然后它又搞不清楚 是吧 就是说 实际上 关于农民起来斗地主 农民起来反抗 起来革命 这个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革命文学的虚构 农民没有那么强的反抗性 当然大家会说 那我们解放战争 那么多农民参加共产党的军队 难道说他们是怎么解释 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是吧 他参加革命 但他参加革命 我也恰恰是通过一整套的革命那种趋势 革命的动员 以及革命的许诺 他通过这一整套来完成 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土改 回到中国乡村的关系当中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它并不是 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革命文学叙述的那么激烈 就如果说文学是可还原的话 它是现实真实的反应的话 它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这种鸿沟 就虚构和现实之间 它是一个很大的鸿沟 所以它一直要赋予它一个强大的反抗性的形象 这个反抗性的形象是革命文学 它实际上在现实中 它很难得有的 我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这个牵涉到历史学的问题了 就是说在当时的这种土改的斗争当中 其实开始是少数的那种 特别苦大仇深的几个农民 起来反抗是不是 起来斗争 那么大部分的 一个村层的一两个 两三个 大部分的农民 它是和地主 它关系是很好的 关系是很好的 所以你看这个 我说在红旗埔里边 它也是 那么农民和地主阶级的这种 说写的阶级斗争 是吧 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 你会发现它一开始要表现的 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它并不是那么剧烈的 那它要革命文学特别期待写 农民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成长 从朴素的阶级感情 然后走上自觉的革命的道路 它的强大的反抗性 所以要塑造出一个革命的阶级 一个自觉的 有革命目标 革命理想 坚定的革命信念的这样一个阶级 那么这个阶级 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实验 能够进行下去的一种保证 所以它是出于这么一种 来虚构 来虚构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